上个月底成立的特首政策组专家组 举行第一次会议 多个专家组成员 包括新地执行董事郭基辉 行地联席主席李嘉诚 全国政协委员龚永德等 陆续抵达政府总部 研讨会主题是 如何促进香港高质量发展 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 专家组总共有56个成员 分成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和研究策略三批 据了解会议分成三节 每节场大约过半小时 当局希望给成员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发言